阿家吩咐儿媳 多留意裴守约的婚事动向 儿媳不敢怠慢 有一事要向阿家禀告 那个陆琪娘已经走了多年 裴守约这些年一直孤身一人 难道 她是有了再娶的打算 裴守约今日从宫中 接出了一名女子 现在已经带到了苏将军府中 拜见了将军和夫人 听说陛下已经允了 她和这名女子的婚事 这个裴守约忽然要成婚 之前瞒得密不透风的 这人一出宫 便带去了苏将军府 这多半是为了保护那名女子 裴守约大概是因为 当年陆琪娘的缘故 对这件事情 一直耿耿于怀 想必这是为了防备于阿家 难道说临海大长公主 这些年会获得都是守约的家产 所以她并不想让守约娶妻生子 守约一旦成家 她就要兑现承诺 将这一大笔家产物归原主 没错 是这个道理 这个临海大长公主心急颇深 当她得知守约要娶陆琪娘的时候 并将琪娘收为一女 我们只当她是出于好心 便不曾提防 谁曾想 她表面上拿出一些资产 让琪娘管理 暗地里却又派一些家仆和店户 将资产亏空殆尽 让琪娘有苦说不出 琪娘是个老实孩子 心思有重 对于这些糟心的事情 平日里对娘家都一句不提 更是瞒着守约死死的 琪娘一面要维持家计 一面又要接近那些中眷培族 贪得无厌的族人 没过多久便一遇而终了 守约无端受了这么多苦 没想到 这个灵海大长公主 还要故意给她扣上一个 克父克母克兄克妻克子 天煞孤星的名号 让她恶名远扬 无人敢嫁 从此孤苦一生 裴守约尽管这次十分谨慎 并且找到了苏将军这个靠山 以为可以确保万无一失 可是她实在不知道 阿嘉宁的厉害 想当年的陆琪娘 不也是对您百依百顺 被您玩弄于股掌之中 这次这名女子 也必不是阿嘉宁的对手 你可给我盯紧了 她既然要成婚 就一定会来向我这个长辈禀报 等到时候 你再盘问仔细了 是 这下你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让你住在将军府了吧 那大长公主嚣张霸道 手段了得 你舅父虽然富有 但也是平民百姓 少使些手段 恐怕 很难复杂 琉璃明白了 多谢苏将军和于夫人 替琉璃思虑得如此周全 我不仅要让你住在这儿 我还要大张旗鼓 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要受你做义女 我如若此刻不受你做义女的话 只怕这陵海大长公主 又要像当年对待琪娘那样 对琉璃下手了 更何况 我是真心喜欢琉璃你这孩子 大心而理啊 享受你做我的义女 琉璃寇见义母 好好好 快起来 琉璃自小就埋了阿娘 从今日起 终于又有阿娘堂爱了 好孩子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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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魏通传 这大长公主 有午后小气的习惯 雷打不动 你怎么忘了 守约 赶着来向大长公主禀报 却把这忘了 却把这忘了 真是糊涂 只是守约 你怎么忘了 守约 赶着进宫面圣 看来 只能请嫂夫人 代位同传了 不知是何事 竟能让你乱了分寸啊 守约遵恩师之命 准备迎娶师母的义女 大长公主是我的长辈 所以特来向大长公主禀报 前几日 确实听闻余夫人 新任了一名义女 只是 不知那位娘子是何人 既能得到余夫人的赏识 还能成为 中眷培族的宗妇 守约的未婚妻 名叫库笛琉璃 是兵部陆氏 库笛颜中的长女 库笛颜中 库笛颜中 你说的 可是重画房的库笛颜中 没错 这库笛颜中 只是一个小吏 嫂夫人是如何认得的 你方才说 库笛颜中的长女 不愿意 也许是 有资料 是 正在库笛颜中 是 是 负责 负责 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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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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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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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牵扯到河东宫府 这样的高门险怪 据说临海大长公主 手段很多 琉璃害怕 会牵连到舅父一家 琉璃 你不但替你阿娘报了仇 昭了雪 还寻到了 可以托付终身的义中人 舅父真心替你高兴 也替你阿娘高兴啊 裴冷军 虽然真心待你 可侯门深似海 又有大长公主 这样厉害的长辈 以后 你凡事要自己多加小心 舅父虽是胡人 但经伤多年 在胡伤中 也算有些资历 王后 有什么需要舅父帮忙的 你就尽管给舅父捎个话 千万不要跟舅父客气 琉璃记下了 请舅父保重身体 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 琉璃就带着夫婿上门 好声叩见舅父和舅母 好 好 舅父等着那一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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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璃 来 你看一下这个 这里也只有 有上 看一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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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将军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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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成 没事吧 跟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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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 腿 这边 这边 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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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这边痛 痛 这个腿 这个腿 我懂了 我人都懂 这个 这个腿 这个腿 是 你们说什么 太好吃了 对 娘子哪儿去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真是非常欢喜 就算师父师母罚我 我也甘之如意 你怎么知道 我今天会出门啊 你怎么了 陛下有急事召见我 我本想告诉你 便去了将军府 然后我得知 你去如意加险 我便中途把你拦戒回来 也且相思之苦 那陛下为何召见你 该不会 该不会是后悔了吧 陛下是明君 岂会出尔反尔 你是我裴行俭的妻子 没有人 能将你从我怀里夺走 那陛下召见你 是为了何事 输今武昭仪和陛下 输今武昭仪和陛下 感情甚度 举暗其美 难免会遭到王皇后 和萧淑妃的奇恨 王皇后和萧淑妃 近视前线 他们连起手来对付武昭仪 武昭仪虽然没说什么 可陛下耐不住了 武子此自回宫后 就一直受陛下专宠 如今陛下 对王皇后心生不满 难道是想 猜得没错 陛下的确是 懂得非后的心思 陛下真的想立武子此为后 也对 其实真心相爱 那些身份地位 世俗眼光 又有什么要紧 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你怎么了 你难道不为武姊姊 和陛下感到欢喜吗 作为朋友 我确实发自内心 替他们感到欢喜 可作为臣子 这就领导别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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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郎 天都黑了 琉璃若要回来过节 早该回来了 阿姨 我都快饿晕了 她不回来 我们就饿死不成 冬至大如年 冬至次日 是女儿回家的日子 琉璃若是真的出了宫 今日也该回来了 上活 今日你在如意家 邪门口看见的 果真是你姊姊 女儿虽然只瞧见了一眼 但绝对没错 那辆马车 是苏定芳将军府上的 听说乘坐马车的人 是将军夫人刚认的义女 阿姨 她出宫这么久 一直住在将军府上 又刚认了将军夫人为义母 又去如意家邪店 去看望自己的舅父 也不去看您 看来呀 她还在记恨 您当初没有认她的事 还在记恨阿娘 当初出卖她母女的事 别瞎说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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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真的来了 你们是来接我的吗 还不快去拿马凳 老爷 平安郎 五娘子来了 五娘来了 见过姑母 五娘来了 晚饭可吃光 好 阿姨 快去给五娘拿副网筷 是 来 坐坐坐 这不是多了一副网筷吗 既然阿兄没有想着我会回来 那这网筷 要是为何人而准备的 是 难道是琉璃 琉璃当真还活着 莫非 五年前为嫂嫂翻案的人 当真是琉璃了 五娘您不要急动 有很多事情 我都是听旁人说的 我听说琉璃当年根本就没死 在宫中活得好好的 现在已经出了宫 而且还认了苏定方将军的夫人 为义母 这其中的相亲 我们也不知道啊 这不是等他今日回来过节 好闻个清楚吗 阿兄果真不知道琉璃还活着 当真不知道 当真不知道 今日 我在河东宫府那边 听到了一些闲话 说河东宫世子 和我们裴颜 同时看上的那个女子 并不是珊瑚 而是琉璃 好啊 难怪阿兄当初果断地 毁绝了两边的亲事 原来是这个缘故 阿兄瞒着外人不打紧 我可是你的亲妹妹 琉璃的亲公母 别忘了 当初可是你们求着我 将珊瑚嫁进都尉府 结果 这样戏弄于我 让我日后在都尉府 怎么抬得起头来 五娘别闹 这事啊 怨不得你阿兄 都怪那个琉璃多事 你 来人了来人了 快 这些卷 原本是当今陛下赏赐给我的 趁着今日过节赏了你们 也是个彩头 谢大娘恩赏 这可是陛下御赐之物 要不是大娘 我们几辈子能收来 这样的福气 我们来问了 我可以来问你 要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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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问他们 这条路 是一个人 要是一个人 他们在哪里 就是为了 那走了 这条路 是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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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想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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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是你们这些人 可以使的 这是琉璃孝敬 大郎的节礼 大郎都没过目 你们也敢私发 我告诉你们啊 一件也不许少 不然小心你们的皮 好 这门亲事好啊 这裴明府 不仅是 忠眷裴族的宗子 还是陛下面前的红人 苏定方将军的爱徒 文才武略 相貌堂堂 前途无量啊 正是我们琉璃的 良配家序啊 有什么了不起 毁了我的婚事 自己倒好 找个好人家家 什么叫你的婚事啊 当初人家 河东公府和裴东卫府 看中的都是你阿子 别人不晓得 你自己还不晓得 阿兄只晓得裴行俭 家是显赫 但你可曾听说 他有天煞孤星之号 琉璃 姑母身处高门 听说过不少 忠眷裴族 与河东公府 大长公主的过节 裴明府是好 但她是忠眷裴族的宗子 你可知道 她前妻是如何惨死的 琉璃 此事攸关你的性命 你万不可打错了主意 女儿 莫听你姑母胡说 姑娘 你什么意思啊 你就因为我们琉璃 当年没嫁到你们都尉府 去当妾 你就想毁了她 跟裴行俭的婚事 你不能这样啊 我一心以为琉璃好 可有哪句话说错 我今日才知道 你借着琉璃的光彩 进了兵部 当了一名小吏 现在看来 你不知彦祖 越发有了官隐 还想借着未来的女婿 步步高升吧 不是 这 当初你们一家 不顾琉璃母女的死活 将她们母女拙出门外 现在 你又不顾琉璃的死活 让她嫁给天煞孤星 还说我害她 我真的没有见过 你这样自私自利的阿姨 阿姨 多谢姑母替琉璃忧心 琉璃心灵了 琉璃不才 耗时十几载 终于替阿娘洗刷了冤屈 今后 阿娘和我 再也不是库狄家的罪日 我也不再欠库狄家什么 女儿啊 你放心 你阿爷啊 已经将你阿娘的牌位 以正妻之命 供奉到咱们库狄家的祠堂里 以为你阿娘的亡魂 女儿啊 过去呢 是阿爷不对 让你受委屈了 琉璃虽然有委屈 但终究是库狄家的女儿 今后 还要从库狄家家去陪府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不过 还请阿爷记住 库狄家亦容俱容 亦损俱损 阿姨若想将日子过好了 就不能再像过去一样 为了一己之私 罔顾女儿的幸福和安危 是是是 女儿说得对 阿爷记下来 这素纹库狄大娘的方明 今日一见 果然是仙子般的人物啊 夫人的夸赞 琳琳不敢当 什么夫人不夫人的 咱们原始平辈 你叫我阿崔便好 琉璃不敢造次 夫人请坐 这狐女虽生得十分美貌 但举手投足之间却少了灵气 倒像是寻常人家出来的小家比喻 听闻大娘的好日子要近了 不知定在哪日啊 过了上院灯节就是了 这不就在眼跟前了吗 大掌公主还说呢 本想邀你去河东公府小座 只怕大娘面嫩 这才拖我过来 这一则呀 咱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应该多走动走动 多亲近亲近 这二则呢 大掌公主有份心意 让我转交给你 我与大掌公主素未谋面 如何能收公主的礼物啊 你切莫推辞 先打开看看 有名方南壁西设内宅一族 东西一百六十丈 南北二百五十丈 这使不得使不得 这样的大理 你力如何能销售得起啊 这宅子 比将军府邸还大 足足有我娘家宅子的十倍了 大娘客气什么 大掌公主说了 这宅子呀不值什么 就当作是给你的嫁妆了 这守约原本就是在河东公府长大的 大掌公主对她和自家子弟并无两样 守约之前的那位陆家娘子 还是大掌公主的义女呢 那回送的院子 可比这个大三到五倍还不值呢 更莫说里面亭台楼阁装饰清卷 这在长安城里呀 还是数一数二的好宅子呢 那陆家娘子还不是照样收下了 你们这次婚期仓促 这宅子买得极了点 虽然比之前小了点 但是你们库笛家 比不得人家陆家高门大虎 应该也没那么多讲究 大掌公主还说了 这要不是于夫人抢先呀 好在义母为日筹锋 想到了前头 如今看来 大掌公主果然是用 对付陆家娘子的手段 在对付我 琉璃是小门小户出身 这么大的宅子 还是头一回见 已经很不敢当了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结果你阿爷一口答应 愿将珊瑚嫁与世子为妾 你说 这是不是美式一桩 亲上加亲呢 珊瑚虽比我伶俐些 但毕竟也是 小护人家的女孩 若高攀了河东公府 只怕迟早会在大长公主 和世子面前露了妾 有你在这儿 令妹就是知根知底之人 这日后嫁到河东公府 也好助我一臂之力 你放心 令妹过门以后 就是正经的硬切 有我的就不会少她的 断不会受了半点委屈 承蒙大长公主和夫人 如此厚爱 琉璃受宠若惊 走了 大长公主的心思果然证明 不能说我做义女 便想将珊瑚取进河东公府 好让我投鼠机器 或者干脆拿珊瑚来对付我 这般手段 确实不得不防 好 禀阿家 库狄珊瑚来了 特来拜见阿家 拜见阿家 珊瑚见过大长公主 给大长公主请安 起来吧 你过来 你就是库狄琉璃的妹妹 是 你们虽不是同母所生 但想必姊妹的感情 也是极好的吧 回大长公主的话 琉璃 八岁就离了家 前不久 又突然回来 我俩多年 没在一块 自然是没什么情分的 我们河东公府啊 是最讲规矩的 你以后要是入了我们 河东公府 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啊 就算是你的亲子子也不行 我说的话 意思可明白 珊瑚虽然愚钝 但是出嫁从父的道理 还是懂得的 我一旦入了河东公府 自然事事听从大长公主调遣 绝不敢有二心 是个明白事的 那我便嘱咐你一件事情 你回去 可得替我办妥善了 是 珊瑚听凭大长公主安排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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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娘好巧的手艺 剪出的美人竟跟活了一半 这果然是天下第一针的传人 这真真是个巧人啊 我自打年轻时起啊 这剪子上的功夫 就算是好的了 如今 与你剪的美人放在一起啊 就只能给他扫地牵马喽 异母说笑了 异母剪得更好 来 给我看看 去 送去隔壁裴明府 让他呀好好珍惜这些 这是阿诚刚送过来的 阿诚说 这金箔人圣是裴明府 亲手为库狄娘子所做 请库狄娘子汇存 再过几日便大婚了 以后日日厮守 可你俩 不要弄得跟牛郎之女一般 我呀倒成了 那棒打鸳鸯的王母娘娘了 对不起 对不起